1、2、3、4 馬拉雞 family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NY高清淡 同樣我們不如揭曉上一集 猜猜一下答案 上一集猜猜的答案 就是千差 大家知不知道千差 我相信在馬來西亞生活的人 一定會知道 意思就是隨便 我相信香港朋友 很少聽千差千差 但我們移居了大馬之後 這個字都挺常聽到 是的 沒錯 所以來到這裡之後 生活了兩年 都知道為什麼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和華人的朋友 相處 他們有時都會突然間夾幾句 就是當地用技 其實叫做馬來西亞粵語 我上網也找過資料 如果網友有其他補充 或者說 不是這樣 隨時留言 這個是屬於馬來西亞粵語 如果是千差 其實是來自福建華 福建華 有一些說法是來自清菜 即是吃什麼 請菜 即是沒有特別 隨便 吃菜 我猜這個意思 所以是千差千差 就來了這個千差 在大馬來西亞便經常聽 是的 而且在大家交流的時候 其實有時他們說的一些字眼 我問他們 又不是馬來西亞 是 可能是福建華 或者閩南話之類的東西 侵了下去 所以在這裡 你聽的語言 可能你聽不明白 你不要想著 那是不是馬來西亞 不一定是 可能是 其他的方言都不奇怪 沒錯 而千差 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因為 很夾雜 很順暢 很順暢 去哪裡 千差 你千差做了他就行了 千差千差就行了 是的 我相信香港朋友 這個字 我自己生活在香港這麼多年 我完全沒有聽過 也可能因為香港福建人比較少 福建朋友也沒什麼 所以這個字 就不是很常聽到 但是來到這裡之後 我很記得第一次聽 是完全沒有概念的 什麼千差 一想就想 那些猜的麵粉 是的 差一千次 什麼意思 總之是不明白 為什麼 然後再問一下朋友 就知道 原來是解 隨便 隨便 OK 是這樣的意思 那另一個想起 剛剛來到的時候 也是不明白的 就是他問我 有多少女兒 是 然後 女兒 我第一時間 就是女兒 有多少女兒 有多少女兒 可能生了多少女兒也好 有多少女朋友也好 但是想說 原來是說這些 是的 沒錯 但是我想起 其實小時候 我有聽過 我不知道是不是聽過我老婆說的 是 或者可能看電視也有看過 在我的印象裡面 後來我想了很久之後 不是的 好像小時候也聽過 有些印象 有些印象 我不知道是看電視 還是我老婆說過 是嗎 我完全沒有 沒有嗎 我不知道 可能真的是我老婆說 因為有時候有些用語 都是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覺得 有時候有些用語 我們小時候會聽過 但是現在 我們已經沒有用了 在香港 但是來到這裡之後 又有機會聽回 是 就是這個就是 多少堂車 是 我們香港會說 多少架車 多少架車 兩次 或者你如果寫的 就是多少兩 是不是 不會說多少堂 但是這裡 有時候朋友都很流行 會說 你坐過堂車 我一開始就不是很習慣 就是不是很理解 但是我想起 其實我以前小時候 都聽過這個 這樣的量詞 是的 多少台車 我就聽過 一台車兩台車 多少堂車 我就沒有聽過 那麼 這些類型的 在馬來西亞 你就會聽很多 是的 所以有時候不明白 也不要怪自己 是否不懂 因為在香港 如果是香港朋友 就可能真的 很少這樣 將不同的謊言 侵入平常說話 而千差 是一個典型例子 是的 如果香港朋友 你竟然知道 千差的意思 給我一個讚你 沒錯 可能西亞都給你一個讚你 雖然你應該知道 可能經常說 千差 千差 好 今天我們講一下 一個 我想是 很多大馬朋友 都會面對的一個問題 嗯 其實我們之前 就在網上 就在YouTube 貼文 就問大家 如果你在開車的時候 覺得很累 很睏 很睏 但我不計劃 停馬邊休息 或者換人開 之外 你有什麼方法 令到自己 可以提神 不要恨著呢 為什麼我們會想到 跟大家分享 這個題目呢 第一 第一就是 因為這個 和大家知識相關 不可以千差 這個 真的 要小心 沒錯 因為之前 這個叫衛生部 也做了一個提醒 他說 如果駕駛的時候 沒有精神 精神不足 容易出現 微睡眠 micro sleep 的狀態 這個狀態是怎樣的呢 這個狀態是很嚴重的 原來 他就列出了幾個症狀 包括 就是會打合睡 即是很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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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皮逐漸的關上 和不停的斬眼 然後眼睛就好像抹不大 然後就開始放空 即是好像 混油太虛 是的 混油太虛 而他說 嚴重的話 是會突然短暫的 失去意識 1秒至30秒 即是我們俗稱說 斷片 突然之間 好像沒有了那個意識 幾秒 幾秒就很嚴重了 你想想 我們在大馬那邊 多少的高速公路 你走90 100 110 突然間斷片 或者突然間 好像剛才說 黑眼睡 那就真的 命仔都不保 沒錯 所以呢 所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究竟有些什麼 令自己提神 即是 眼睡就很合理 很正常 因為始終大家都是人 對不對 那高媽媽 不如問一下 這位女車手 究竟你有什麼方法 去幫自己提神 當你眼睡的時候 嗯 即是因為 我們其實現在 來了這邊生活之後 都多了會駕駛長途車 是 我想你在香港 這個情況會少一點 是 因為呢 不會駕駛很長途 你可能長極 即可能讓你駕駛一個小時 已經是將全 即是由北去到南 都已經駕駛完了 是 那麼 所以其實呢 在這一邊 但是就不同了 在這邊會 即是駛長途車的機會是很高的 是 還有呢 因為這裏的功勞 我經常都說 嘩很厲害 即是 即是來到之後呢 我就知道為什麼呢 以前看那些 外國那些 譬如 荷里活那些片 即是 就是一條的 country road 這樣 就是駕駛一道直直 沒有盡頭的 是的 我終於都明白了 因為香港很少這些公路 你沒有理由這樣 那麼長途 而看不到盡頭 即是你通常可能 很快就轉彎 然後有交通燈 是 在這裏不是的 如果去一些遠途 你上了高速 它真的可以一直這樣直 然後呢 還有一些路可能 沒有那麼繁忙 即是 會是 真的沒有車的 只能在這裏 country road 那你真的真的忍不住 你就要哼那首歌 這樣 那它是很直 然後呢 你慢慢駕駛駛駛 就覺得 好像差不多了 然後你的人就開始 好像放鬆了 進入狀態 放空狀態 意識這樣 那就是 我覺得這個是很難避免的 因為你同一個這樣的 你要看著前面 那你同一個的景象 這樣不停地重複 即是 簡直好像是催眠 我覺得是 是 那我呢 我自己呢 我會是 吃一下東西 因為譬如 通常都吃一些刺激一點的東西 即是 譬如可能是 一些酸的東西 是 陳皮 陳皮 華莓 那些 雙絲莓 那些 總之 味道 要是鹹一點 要是酸一點 刺激一下自己 沒錯 然後 另外可能是吃薄荷糖 之類 即是涼涼的 讓個人是清醒一點 是 這些是一些方法 是不是 之前 不少網友都有回覆 大家都很踴躍 先感謝各位網友的留言 和分享一下他們的經歷 或者一些 方法 一些我們都覺得挺有趣的 嗯 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 各位網友 究竟有什麼方法 去提神醒老的 駕車的時候 如果大家覺得適合 那你也有方法 好了 那 排名不分先頭 第一位 即是 叫吉他man 他就說 他會聽快歌 他那名是快歌 就是越ROCK越好 他說慢歌 就一定睡著了 一定睡著 所以千萬不要播慢歌 那 因為 越聽越眼睡 如果 還是覺得眼睡 這招厲害 咬一下自己的舌頭 都有點用 還要笑笑口 哈哈 自殘 我相信 不是咬得出血 哈哈 那麼嚴重 吉他man 就是小心 不要咬得出血 我相信 他的意思都是咬到自己 就是給你一點刺激 還有 這個我明白的 因為我都試過咬自己的舌頭 是因為 一來就會有一個痛感會刺激 尤其是咬到舌頭 你又會分泌口水 嗯 變了你都有點動 就是你又吞口水 就是慘了你下次通知我 給你一粒華妹你吃 不是 就是這兩天 要咬你了 口水 我覺得 哈哈 就是以前望梅止渴 現在不是咬你止渴 咬你止渴 OK 這個也是一種方法 那麼 越ROCK越好 當然萬國就十分 但是我想 如果我聽得太ROCK 不要說是搖滾樂 可能在快歌 我相信除了越來越醒神之外 姐姐會越來越快 姐姐會越來越快 是啊 因為你聽著鼓語 你噴噴噴噴噴 我們踩腳 又突然大力一點 對 也會 那就 又有一點危險性 我也覺得是 因為我記得之前 鄭益健有首歌 是 叫什麼呢 忘記了 是他拍那套 古伯仔 不是 他拍那套賽車 好像叫極速傳說 我忘記了這首歌叫什麼 我忘記了 是不是那套戲好像是跟任達華 是嗎 我 忘記了 OKOK Anyway 我就是那次 我剛好按不到他那首歌 他有一首主題曲 就是叫做 好像叫做極速 我不知道 可能大家 可以改正一下 有留言 人們就在下面留言 就說 這首歌 開車真的不能聽 會越開越快 跟著他一起 因為他有說超速都沒問題 就是內容是說賽車 然後 通常這首歌 越聽都會越踩越快 原來也有這麼大影響 音樂真的是 所以音樂很厲害 音樂是影響你心理和生理 沒錯 而且我覺得 因為 其實你負責做駕駛那位 你坐在駕駛座那裡 其實已經有很多限制了 譬如你又不可以 譬如你 你如果乘客或者是副駕駛 其實你都可以看著周圍的風景 或者看著有些不同 你都會 即是個人都會精神一點 你不是的 你只是看著前面 前面又沒有東西 即是 同一樣東西重複 是真的好 然後腳其實都可以不用動 基本上是保持著 你去到那個速度 你不會特別收 譬如沒有車 你可以保持著那個速度 總之就是沒有東西做 但你整個動作就是這樣保持著 然後保持著 保持著20分鐘 30分鐘 你就會開始覺得 很悶 不知道在做什麼 那我想 除了走高速公路之外 塞車也是一個機會 令到你很難睡 因為你未必是看著 那條路沒有車 而是不停地看著前面的車牌 對 你開始會背熟它的車牌 看見到它那些胎的坑紋 都明白 就是那個狀態 那個狀態 你那麼仔細 那你沒有東西做 剛才我還未分享我的方法 有時候就是看著一些東西 即是你坐車這樣 那你就看著前面的車 咦 這裏開花了 咦 它拍車轉右看 一般的 通常有一邊特別黏的 即是用一下腦 有時候我想就是 因為那個時候 放空就是 你的腦好像不需要怎樣運作 嗯 那你怎樣逼個腦運作 就是看著 咦 它左邊的胎似 好像蝕蝕的 即是要這樣 那當然 這些是一些方法 剛才那位網友 吉他man 就是咬自己 那些方法 那另外一位網友 Snoopy K 這位經常都支持我們 先多謝你 多謝你 那他就說 就是他都是吃東西 跟這差不多 是 通常都會吃華梅 難怪華梅保持有市場 你明白嗎 是 他說可以咸醒 咸醒自己 還有吃薄荷糖 就涼到醒 總之都是有一些比較 濃一點 刺激一點的味道 是 拿著辣椒 咬著 咬著 咬辣椒 我記得以前 我小時候 現在好像很少 有一隻糖 叫做魚膚之寶 是是 有有賣 現在還有 但是我很記得 小時候 那個廣告 就是他一吃了糖 然後 立即爆炸的感覺 那種冰涼薄荷的感覺 是啊 我想Snoopy K 就說吃薄荷糖 或者類似的糖 涼到醒 應該是類似這一款 是啊 但魚膚之寶 真的很涼 涼過頭 我覺得是 厲害到可能你 駕不了車也不行 然後很涼 所以我想 不約而同 除了高媽媽 或者網友 都是跟吃東西有關 還有很多網友留言 不如先休息一下 先聽大馬小知識之後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怎樣 各出其謀 沒錯 好 大馬小知識 咦 明明是大馬小知識 為什麼會介紹泰國的臥佛寺 哼 你錯了 這裡不是泰國 而是馬來西亞 不說你不知道 馬來西亞奔城 喬治市的緬甸巷 都有貨真價實的泰國臥佛寺 全身用金箔裝飾 閃閃發亮 裡面供奉著世界第三大的臥佛 全長33米 佛的眼睛和手腳 是由貝殼製成的 在1845年建成 是馬來西亞佛教徒必到的朝聖景點 寺廟融合了中國 泰國和緬甸的建築風格 華麗而且精雕細特 一開始是由泰國人所見 現在就由華人管理了 除了我佛 還有十八羅漢像 和其他的神像 大家來到檳城 一定要去參觀一下 不一定要去泰國 不一定要去泰國 爸爸 你很聰明 我也知道 好 回到第二節的 M.Y.高清談 在繼續我們的題目之前 大家提一提你們 你們訂閱了我們沒有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訂閱我們 還有開了那個通知 就可以收到你最新的影片 對 這個就不要千猜 完了就馬上按訂閱 支持我們 我們繼續製作一些不同的影片 和大家分享一下大賣的生活 沒錯 剛才說眼睡 駕車怎麼辦呢 繼續分享一下網友的留言 Shinny 就說 她分了 分了level 分了level 低level的累 就不停地吃零食 不停 記住 不停地吃零食 喝咖啡 令到自己很忙 的專注在這裡吃東西 嘩 不是開車 這個肯定是車神 即是她不用用腦子開車 不停地吃東西 喝咖啡 令到自己很忙 當要睡 愛睡都吃 拿東西吃都 抹不大口 即是已經去到level 2 升級了 就已經是吃都拿不起東西吃 口都抹不大 眼睛抹不大的時候 就怎樣 就要去休息站 去廁所 洗一洗臉 即是洗一洗 就醒一醒神 休息夠了 再繼續開車 或者換人去駕駛 即是說 未去到最難頂之前 就不停地吃東西 喝咖啡 喝咖啡可以嗎 呃 我自己是沒什麼用的 我覺得沒什麼效的 是的 所以我通常都不會 通常我都是吃零食 是的 但是 如果要 怎樣說呢 其實我覺得呢 駕駛的時候 要吃零食 其實都是需要 旁邊有個人 即是我的專業副駕駛在旁邊 就可以準備 在這個位置 我去到了這個 Farmina City 沒錯 而且你想想 如果你一個人駕長途車 其實都真的很難 我當你真的很想吃東西 這樣 即是你用吃東西 保持自己 可以清醒 這樣 其實你真是旁邊 你頂住 是不是放在你的椅子上 這樣 可能就是本身 已經是整定了這個架勢 那也是 即是可能有個架 放在那裡 是的 即是很純熟 即是我相信 如果是駕長途車的朋友 即是駕長途車的朋友 即是駕著台駕 一手已經 一拿就拿到他要的東西吃 這樣 排好都不出奇 可能有個兜已經分好了 即是拆開了那些餅 即是已經打開了那些蓋子 排在那裡 很幻想 是 因為我們都有駕長途 但不算是非常多 我相信有朋友 可能就是 例如做物流業 或者他不停要 南北大道 飛來飛去 那就很可能 他真的有這樣的裝置 都不出奇 網友 又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經歷 如果特別有網友 因為經常都駕長途車 我相信你一定有些方法 去幫助自己 這個就是我們幻想 都要抗睡魔 沒錯的方法 如果有我想知道 我想他拍照給我看 最好是 那莎莎達整個 就是飲食架 零食盤 即是高速高路零食盤 沒錯 放在這裡 30扣 被圍著自己 真的 又給大家一些生意 投入大家想想 有些新的想法 好 接著 有一個TCHEllen的朋友 那媽媽不如你講一下她的分享 好 她就說 因為她本身是吸煙的 所以她就會吃煙 接著就是吃糖 吃糖 這次不是酸 不是鹹 是甜 沒錯 然後會洗面 洗面 還有就是 會把窗 即是 降低這個車窗 令外面的風 吹進來 我覺得這個有用 但這個在馬來西亞 是有點難的 為甚麼 因為熱 有時候你開了 代表你沒有開冷氣 或者你都不會開 你省下 沒有理由開著冷氣 接著又開窗 但你一開窗 其實熱風 尤其是視乎你幾點 如果是早上 我覺得可以 但如果是到中午 或者下午 兩三點的時間 其實真的很熱 是 我覺得很難 開窗的話 就會是 尤其是我們有小朋友 高格高高低低 一定不會放過我們 即是開窗 他們又會覺得 很熱 而且一定會吵 你關窗 是 但我覺得吵是有好處的 吵 其實你是會 怎樣說 警覺一些 對於身邊的市民 例如 聽到有響聲 或者聽到其他聲音 你會比較清晰 因為有時候 你關窗 是一個很密閉的空間 一來可能空氣沒有那麼流通 另外就是 因為很靜 基本上 你已經控制了整個環境 可能只有你正在播音 那你會比較誇張 即是你一車 沒有去到隔音系統 對於外隔絕 是 不過開窗 確實是會聽到外界更多的聲音 各有不同 因為剛才有網友說要播歌 你開著我的窗 其實播歌 至少我們就不太聽到 我們的隔音差 隔音差 音響又不行 可能又不同 但我想這個就是 每個人的看法 每個人不同 那說起 吃東西 因為網友說 Steven E 都說 不停地吃東西 很重要 吃自己要吃 這個很重要 即我不可以 他都吃 吃自己想要 是 如果撐不了 那就在路邊睡一睡 是 也是 所以休息站 都很重要 休息站 除了是 去過廁所之外 一來可能有東西吃 可以買東西吃 補給 二來就是 因為他有停車位 那些 說真的 停在公路邊 其實很危險 之前也有看新聞發生過 就是 車壞了停在路邊 是 誰知道後面有 可能是開摩托的 衝了上來 是 發生意外 所以其實我覺得 你高速公路 是沒有辦法 無緣無故停在路邊 是 除非你說 車真的跪低了 壞了 你沒有辦法 是 但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你純粹是眼睡的 可能你都要找到休息站 那就是最安全 你才可以停 但因為他就會有一格格讓你停 還有大家都在那裡休息 所以就不會很高速 那是安全很多的 沒錯 所以另一位網友 Steven 他也說 入休息站睡一睡 洗個澡 說我們沒有試過去休息站洗澡 沒有 真的沒有試過 就是我們去那裏 休息一休息 吃一下 去廁所 會有的 洗澡就沒有試過 不過我看到是可以洗澡的 你去一些比較大的站 我看到基本上很完善 有很多東西吃 很多東西賣 好像有 怎麼說 好像逛逛下 是的 有些地方 即大馬一旁也可能有 我們記得之前我們去日本旅遊 簡直是一個景點之一 是的 就是服務站 有些人是專門開車去那個服務站 可能買某些東西 或者吃某些東西 那就將它變成一個景點 就不是純粹 有個位置休息就算了 這樣 這樣也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也是 幫車手 就是充充電 是的 因為下車走一下 就會清醒一點 個人都已經 沒錯 沒錯 還有網友Mavis Young 就說 喝咖啡 打自己 喂喂喂 就是愛惜身體 咬自己 嘩 比咬你 不是咬你 那他又沒有咬哪裏 咬手 咬手 按月位 按月位 就是按一些會幫到自己 不過他搶車 怎麼按月位呢 我相信只能夠按左邊 你一是就換右邊 就是這邊開完之後 到這邊 握手 他說了很重要的 就是命仔是最重要的 這個對 喂 打字 不過我坦白說 我也有試過 我不是打 因為我真的覺得 有時候會叫高爸爸 你撕一撕我的臉 才會很睏 是 這個我絕對是非常想做的 是的 幫幫手 命仔要緊的 謝謝你 我自己的命仔也要緊的 你睡著我怎樣 你有這個責任 因為你的命都在我手上 另外我試過 就是 握一下自己的大腿 是 以前你有沒有聽過 古人什麼 很睏 我拆刀 刀刺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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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把刀刺大腿 我沒有把刀那麼激 但是我真的會拍下我的大腿 還有批下去 刺激一下 讓他沒有那麼 讓你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刺激他的腦 沒有給他休息 讓他可以做其他事情 是 所以其實我覺得 聽音樂 如果我久不久都會換下歌 list 是 因為你聽得多 其實都跟 都沒有聽 對 就是跟你沒有聽 或者 當他聽著同一首歌是差不多 因為你已經很熟悉 所以你需要 譬如我自己 譬如我聽歌 我不是會聽很多快歌的人 我都喜歡聽慢歌 是 所以我通常怎樣做 我就會是 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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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機播放的 不能盡自聚 對 因為你不停的 你會有一個 期望到你下一個 那就不行了 即你的腦袋沒有動 還有 就要跟別人聊天 所以有時候高伯伯都會 即是長途車 都會繼續跟別人聊天 加上我們有小朋友 他們會說話 其實是好一點的 因為你不停的 好像都要回應他 又可能要回答他問題 你就會好像 你的腦袋會清醒一點 我最記得有一次 有一次我們去旅行 還有四大獎路 然後 因為我們分開開車 和哥爸爸 我便負責開一輛 他便負責另一輛 你厲害 因為有三大獎路 都有一輛車 開車沒多久 是十分鐘內 全部睡了 全部睡了 那一刻我真的有點害怕 因為我這樣 這麼安靜 真的很糟糕 我真的想說 平時我在他旁邊 起碼我會說話 他不說話 我都會說話 令到他清醒 但因為我要駕駛另一輛車 所以變成他那邊 就真的 是的 一上車就立刻睡覺 他說不要 你們不要這麼快睡著 沒有避寒聲 沒有避寒聲幫幫你 沒有 避寒聲 真的這麼重覆 都是死的 大哥 不行 然後很害怕 但幸好我有播放音樂 所以便可以一點 而且我覺得 如果 其實我覺得聽電台也好 因為電台也會不停變 你不會重覆 對 他選擇歌給你 變成你又不會經常聽到自己 習慣了 對 對 對 所以那次的經歷 我都覺得 幸好那次不是駕駛很久 駕駛好像兩個小時 駕駛 兩個小時 所以便可以 對 講開 跟別人聊天 我記得有位朋友 香港朋友 在大麻這邊生活 他說 有一次 他兒子 他媽媽開車 講IQ題 因為又是刺激老婆 兒子就問IQ題 他媽媽在想一下 IQ題 結果就炒車 太刺激了 他太認真想一下 IQ題又不行 過分了 用了 可能IQ題的難度 又要簡化一些 但太簡化又不行 上次他就說 因為我要搭IQ題 弄到我撞撞車 所以 針沒有兩頭力 沒錯 我們都要留意一下 哪一個方法會適合你 其實在衛生部 都有一些指引 有什麼方法 預防 剛才說的微睡眠 microsleep的狀態 有幾點 大家聽一下 你們有什麼意見 八點 第一 如果在睏眼睡的時候 就不要開車 多謝 第二 換人去開車 謝謝 謝謝 第三 就是收聽電台 我覺得這個是OK的 順便說說 我們馬拉高family 都有Podcast 有網友之前就說 你們會不會有Podcast 因為我們講的 可能你覺得 只要在聽 可能很適合 可能開車 沒錯 可能你會找到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自己都沒試過 可不可以在車裡 會聽到我們的節目 如果聽到 我相信 你不會睡的 剛剛之前 有網友說 我是藍面少長 聽我說話 很歡愉 聽高媽媽反應 你也很歡愉 沒錯 我相信 這是讓大家 不要太眼睡的 其中一個方法 沒錯 就是 聽一下電台 或者聽一下節目 聽一下馬拉高family的Podcast 還有 開車之前 要養足精神 嗯 謝謝 OK 他說如果你有好眼睡的情況 暫時停下 閉目養神 十五至二十分鐘才再開車 嗯 謝謝 謝謝 跟車上的乘客去聊聊天 嗯 那也是的 但是我覺得 其實這個個案 譬如換人駕駛 和跟車上經常聊天 你都真的要有人 對嗎 剛才我說 有時可能你是做物流 怎麼會有這麼多人陪你 對嗎 沒錯 有時真的 我們以前 譬如聽說 有些人是要中港 那些貨車司機 真的只有一個人 對 一個人 拿著一個大貨車 有些就算是送貨 自己開車之後 自己搬貨給客人 對 一個人去負責所有物流的程序 對 那你怎麼找乘客跟你聊天 對 看來有時候都可能不切實際 沒錯 第七點 動動身體 怎樣動動呢 我們的腳是否要這樣跟著鼓呢 有時候調整一下坐姿 都會有些幫助 是 都算是OK的 第八就是 血色會 喝水 或者去喝含咖啡因的飲料 所以剛才聽眾說 會是喝咖啡 都有用的 是 衛生部這些 預防的提議 是比較普遍一些 就是剛才網友的那些 我覺得比較落地一些 地道一些 亦都可以說偏方一些 打自己咬自己 這些方法 我相信 每一個方法 都會對某些人有用 可能對某些人是沒有用的 但是我相信 你都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方法 才可以頂得住這個 對抗水魔 對 沒錯 今天分享到這裡 你們有什麼方法 讓自己駕駛長途車的時候 抵抗這個隧波 就是塞車 不一定是長途車 沒錯 不妨分享一下給我們聽一下 聽我們發掘一下 還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 令到我們沒有這麼硬份 駕駛長途車 因為留言 其實不止我們看到的 很多網友都看到 其實大家都會看到 原來有這招這樣的方法 下次再試一下 但是記得 傷害自己的身體 我們絕對不鼓吹 但是小小 騙一下他 是可以的 大家 最重要的是 小心安全駕駛 沒錯 安全回家最重要 沒錯 我們今天的節目來到這裡 最後的時候 當然是有 猜猜一下 沒錯 答對的朋友 希望就是你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兩天之後 我們就會在YouTube的貼文公佈答案 同時也會公佈 頭五位答對這個題目的朋友 希望看到你的名字 加油 喜歡我們馬拉高family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 謝謝各位 拜拜